为了要抵挡这波寒流呢 家禽的四组业者 特别赤字百万装设了保暖设备 云林县北港镇 饲养火机的业者因为怕火机感冒 会影响生长品质 特别砸重金来装设暖气 让整个氧气场的温度 可以控制在17到20度 大型风扇不断吹出热风 火机们感受到暖意 纷纷靠过来 甚至后方的海盏翅挥舞往前冲 一会儿拳击在风扇前 不愿离去 今年最强寒流报道 即便是全省有层层毛保护的火机 也抵挡不了寒意 幸好四组早就有所准备 云林县北港镇的火机业者 砸下近百万元 打造温度控制系统 全是因为近年来 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 气温变化大 尤其中南部地区 时常日夜温差破十度 业者强调小火机需要在稳定的温度下成长 除此之外 成绩虽然比较不怕冷 但为了防范日夜温差大 造成火机感冒 业者摘下重金装饰的暖气设备 如今碰上冷到暴的寒流来袭 火机也可以吹着暖气 不用怕 结果真言云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